今天下午视频欢迎收看关注老杰 今天所有的棒球迷可能感到了热血沸腾 因为今天经典赛落幕 没有想到最后的一局 最后一个对决 就是这一球 根本如此的惊心动魄 在最后一场比赛 真的是每日大对决 而每日大对决就是 大谷祥平跟Chord 两个人的头大对决 而在最后一球 也就是两号三块之后 一个天移43公分的滑球 让Chord挥棒落空 结束这场的比赛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精彩 这个是最好的剧本 因为你中间只要有一点点偏差 中间只要有一点点的改变 大谷跟Chord 都不可能在最后一个档次里面 两个人的对决 就没有想到 世纪对决真的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而且美国球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大谷想象就像一个怪物一样 他就在打击区跟牛棚里面 跑来跑去 他顺利的得到了这次的MVP 也变成了日本的国民一球 但是问题是 刚刚讲的 这一场比赛之后 刚刚讲的 他真的会改变 大家对棒球的感觉吗 好我们今天请到前面 对大家非常首颖的 财经专家黄收 宋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体育主播张志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的体育主播前帝远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员黄伟汉 老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资深媒体员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战略专家林婷辉 大家好 好 待会儿呢 你之后也会交我们的讨论 经典赛一开打 你就说 最迟的关注就是大鼓小平跟Trout 而且Trout本来没有想要参加 这次的美国队 是因为大鼓小平参加 大鼓小平参加是什么 他们两个都有天使队 两个天使队我没有机会对决 我就是希望 这次到了经典赛 我要跟你一对一的对决 没有想到 这个场景 真的在经典赛发生了 而且是在经典赛的最后一球 而且今天早上是画面 Mike Trump对决大鼓小平 大家想到 神仙也没有想到的这个剧情 那那个时刻里面来说 全世界的棒球迷都在关注 史上最强的打者 对决史上最强的投手之一 而且当时是第九局 美国最后一个出局数 两好三坏满球数 三比二 Mike Trump如果打出是全内打 两队是三比三追成平手的 所以这个时刻里面来说 到底是最强的毛会赢 还是最强的盾会赢 两个这样终极的对决 就最后是大鼓小平 用一个位移43公分的滑球 三阵的Mike Trump 你说平移43公分 那你知道这是他们两个 史上最强的两个棒球选手的 第一次的交手 我就讲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天使队 我从一开始就讲 实际上这一次 为什么Mike Trump会来打 这个所谓经典赛 当然美国要未免 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因为大鼓小平要来 所以他想说 那你日本既然派出最强 我美国这个美国队长 神尊我也要参加 所以他就说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经典赛 会一会这个大鼓 所以他在春训的时候 因为神尊也要参加 所以在春训的时候 他们两个同队的 那大鼓在那边投球的时候 他还刻意不要让Trout 你这Trout本来想去看 对 他甚至还想去打 他都不让他打 因为为什么 他觉得说 有可能搞不好 我会对决到你 我们终须一战 就没想到今天 在这个画面里面 果然他们两个 在最后就这样子决战 而且这个决战的结果是 大鼓翔平获得了胜利 而且他拿到了 这一次比赛的MVP 而且最后就问 怎么看起来血脉盆章 说的是 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打者 跟最好的投手之一的对决之外 刚刚讲到 两个人直球对决 两个人男人的对决 两个人都没有放水 刚刚讲 大鼓翔平 我就是直球对决 我一开始标164 然后呢 我丢了一个87公里的 滑球位移剩43公分 对 事实上他们两个的对决 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鼓翔平 因为他是一局限定 所以他已经毫无保留地吹出来 因为天使队只能让他投一局 对 因为他也说他要粉身碎骨 所以他这一局 他是真的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他吹的真的是相当用力 你看 他整个姿势这样吹的这个动作 他都屡屡标出164公里 163公里的这个快速直球 所以他等于是 把他看家本领的两个球种 一个是真的快速的这个直球 红中 而且他还丢了两球红中 一球是100麦 一球98麦 让你挥 但是MITRO 都挥不到 对 原本两号三号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说 搞不好他跟他一个直球对决 就他是突然 忍不反而来的一个位移 四十干 三公分的MITRO MITRO的这个滑球 MITRO连挥都挥不到 所以就这样子 背一个三阵的这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的 大鼓这样的一个动队 整个日本都疯了 而且不只全日本疯了 那在当下的时候 很多选手都说 我看到我觉得不可思议 像这个倫巴就说 没想到看到MITRO 跟这个大鼓能够这样子对决 他都是令人难以自信 不是 他讲的有那种预言的感觉 对 他说当你看到了TROAT 走上的打击区 你就感觉到这个剧本 早就写好了 对 是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认为说 这是最佳剧本 结果没想到 真的在最后 我之前就认为 每日决战是最好的剧本 不是会在九局的时候 两人出局 两好三坏 太不可思议了 那还有更夸张是达比修友 达比修友就说 MITRO跟这个大鼓对决 他说我知道 是最终的梦幻对决 而且大家心里面 他早就知道 一定会是三阵受场 最后是大鼓会三阵到MITRO 好 那刚刚讲的 大鼓也因为这个优秀的表现 这一次获选了MVP 所以我刚刚讲 大联盟的官网 根本就把他当成神鬼一般 宝洁 当然是当成神鬼 你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我们先不用讲别的 这个五局结束之后 你看他的MVP用这种表情 对 没错 因为他这一次 不论是在投手 不论是在打者里面 他都打得非常好 然后投了也非常的赞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宝洁你知道吗 在赛后的时候 很多人就访问他 你知道这其实人家就说 他已经不是 Altis说他是外星人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是怎样 地球上最会打的神尊 被一个外星人给三阵 那应该这样来说 而且你知道 因为他要登板 那五局下班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接到命令 他要去牛棚待命 那因为他要打 所以原本是在打击的休息区 就他拎着他的水壶 还有手套 走到牛棚 牛棚居士在全能打击的那边 他走到那边去 走到那边去 开始热身之后 结果没想到 后来又要轮到你打击 他又跑回来打击 就没有轮到 所以当时美国观众就觉得 非常夸张 他们从来没有 你看到一个学友圣 在休息区跟牛棚 两边跑来跑去 后来没有打到 又跑回去这样 结果后来七局下班的时候 他又出来打 出来打的时候 没想到他还跑出了 用他的速度跑出了一支 内野安打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很累 有够累啊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是这个最终剧本 这个怎么写都写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原本 他一开始九局上半 开始的时候 还有一点紧张 因为他先保送了这个 麦克尼尔 结果要下一帮的 Mookie Bass打出双杀打 双杀打才会变成是 两人出局 最后一个最终对决 你这个剧本 没有人配合好的话 是没有写的这么精彩 或是不可能出现这样 如果没有那个双杀 那个情绪跟气氛 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完全都不一样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在今天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这个主办单位 似乎是已经预言到 会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看 今天的入场的典礼里面 你看美国的举席官是谁 是麦克特斯 说这个日本的举席官是谁 是大鼓 他们两个就这样进来 进来的时候 人家就说 很像是那种漫画场景 在我们眼前发生 而且他们两个 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还互相致议喔 互相致议 就似乎是暗示了说 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 之前还有这样的互动 对 那事实上 这个大联盟官方都知道 这一场比赛就注定 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对决 那我就讲 为什么多么的不可思议吗 你知道 第一个 因为原本是3比1 如果是3比1的时候 其实没那么的血脉喷脏 但是因为八局上半 打比修友上来的时候 他被这个美国队打出 这个 史华伯尔 打出一只拳内打 才会变成3比2 所以一切一切的 只差一分 一切一切的铺牌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 这些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会看到最后3比2 九局最后一局的 两好三坏 然后就是 Mike Trump对决 所谓的这个 大谷的一个神剧本 好 所以这品 你先看了以后觉得 今天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且这样大谷得到了 所谓的最佳MVP 刚开的画面 你一般一个投手 你应该把这个时间 把自己保护好 你要把自己 弄到最好的状态 就一下子在打击区 我还去打了一个内野安打 然后我要跑到牛棚 我还去做热身 这个在过去是完全 不可思议的状况 看到这我就想到 像之前 Michael Jordan拍的 这个Space Gen 的怪物骑兵 那好像是 带领了一群地球人 来打怪物的概念 那今天他真的是 把整个日本队 他完全掌握在手里 你知道吗 在这个第九局上半这六个球 在赛后 美国队的教练 De Rosa直接讲说 太不可思议了 他在面对这三个人 都是MVP等级的选手 他怎么有办法 就叫三十支全雷打之力的人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 这么强的心脏 能够在那三个人次当中 打出 投出这么极致的表现 从事后的整个分析发觉 他这六个球的水准 比他去年在大联盟的平均数 来得更好 代表 他今天真的是顶尖对决 第一个 他的直球的转速 比他在大联盟时期来得更快 所以他的直球本身 下降的幅度少一点 所以视觉上 会有更多的上串的 一个效果 所以那个点 MITRON的打击热区 打击率是四成多的 可是MITRON挥空吧 然后刚刚讲到 他的滑球的横移 他的转速2700多转 我们在前两天也提到 叫Sweeper 横扫球 那横移四十多公分 其实他在今天第一个面对 Megner的那个滑球 你就发觉 哇 他今天的滑球状况很好 所以他把这两种球路 今天投得比他去年 更专注 更有主宰性 也让MITRON 尤其在最后的那个滑球 出来之前 你知道吗 国外的转播单位一直在预测 直球对决 直球 因为前一个已经是一个102 所以MITRON也在等什么 等直球 最后来了一个外角的Sweeper 最后让他挥棒落空 对 就这整个剧本 在赛后的时候 讲实在话 美国的教练就直接傻眼了 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剧本发生 再一点 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 他在进入大联盟的时候 ESPN的记者 Jeff Parson认为说 他前提上打得这么烂 他根本是个高中生 他应该去社区大学打球 练一练再回来 后来发觉 哇他越来越厉害 就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呼叫什么 独角兽 独角兽 就像我提子今天说 他根本不是地球人 他外星人 外星人 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 确实重点是在那个关键时刻 他的心理数字 他完全不确查 所以他前面那几个球 一直塞进去 摆明告诉MITRON 就是我今天的状态好得很 我直球跟你对决 可是最后的时候还是用一点小心机 把这个滑球投出来 MITRON也傻眼了 不是 而且我是外行人 我都觉得这个球好漂亮 这样的平移43公分 所以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为什么 就算你不会棒也是个好球 MITRON在赛后的时候 记者访问他 他很霸气地说 好了 大谷迎第一回合了 对对对 大谷迎第一回合了 迎第一回合 我会讨回来 可是他在中间还是公围的大谷 因为大谷今天投得相当的棒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他的带领之下 整个日本队在今天 就算那一局 那一局的效果 胜过整个赛事 所以让整个赛事定调在 今年就是大谷元年吧 对 好的 刚刚讲的 今天大领盟用了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过去 大谷很难显示 他以前都觉得 他充满微笑 非常的客气 我还看过说 他被打了一个触身球 一般美国选手 被打了触身球 就要去甩棒子 去跟投球 交这个拼书赢 他也没有 笑笑就走了 可是你看 MVP这次大谷的表情 他这次第一个 昨天上二壘 头盔拿掉 叫的一声 然后那个头球 叫的全场都知道 还有 今天这个表现 我们看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大谷了 你知道吗 他可以说是整个 这个极端的一个 一个代表性 他在私底下 人相当的温暖 2013年的时候 我曾经派人到日本 去访问他 他超nice 大家都喜欢他 可是重点是 他在场上 就像他在今天的赛前 跟着所有的日本队员 所跟他们做的 一个信心喊话 不要仰望这些人 不要真的是觉得 这些人好像你觉得 他是你看到的明星 今天你可以尊重他 可是你要更怎么样 更好好的 把你的能耐打出来 每向胜利之路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是你最可敬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那个态度上 他在这一次代表就是 日本有点像日本武士的精神 只拿的不是武士刀 拿的是球棒 用的是球 所以你就会感觉得出来 他真的很热爱这个角色 他还把这个角色扮演的 没有话说 好 刚才讲的 这一次 你很想在美国的主场上面 居然打赢了美国 这个对美国来讲也很大冲击 可是美国教理又讲 这也没想到 日本会出这一招 而且日本出哪一招 刚才讲到 他一讲今天的比赛 换了七个投手 那这个七个投手 每个的表现 都让整个美国摸不着头绪 宝贤哥这场比赛太经典了 我没有想到 在看过了末日大战之后 居然还有比末日大战 更精彩的这一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从末日大战开始讲 今天一开始美国对线得分了 所以日本队是在零比一的状态之下 谁追平的 就是春上中龙 春上中龙直接给杨春炮 宝贤哥你看那个画面 他不但打拳雷打 他打到拳雷打 抢到二龙 那是多大的一个拳雷打 而且他整个活过来了 而且他打出去 昨天之前大家觉得 你根本就没有打好 你根本没有手感 你根本去休息 你还要上场吗 就没有想到 昨天打那个在剑安打之后 今天又打出拳雷打 他为什么昨天可以调出在剑安打 如果到最后那个逆转那一球 被那个立三间给换掉就没有了 对不对 四个打席 前面三次三阵没有安打 第五次还让他上场 结果他打了两分打点的在剑安打 他状态调整回来了 今天美国对线得先 你看宝贤哥这球 打到二楼去 直接打到二楼去 而且他打上去之后 马上把日本的气势给回稳 华贤哥你要知道 昨天如果他被换下来 他就没有今天的状态 他就没有办法立刻追平美国 因为美国地主队你知道吗 当美国打出第一次 羊群拳在打的时候 全场一半都是美国穷民嘛 大家都开始拿起美国国旗了 没想到就被村上这一轰 轰到大安静 所以我就想说 这次不是只有村上他神打 不是只有大谷羊羹二刀流 连他们的立三监督都非常厉害 立三 立三因素他完全不放弃 你知道吗 昨天那场这个末日大战的时候 他最后看到能够立转 他在转动过程当中 他哭出来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日本有一句话 我今天一定要卖弄这个日 卖弄什么 什么叫Kizuna Kizuna我想要给大家看 日本人一定看得懂 就是所谓的BUN Kizuna就是一条线签注 不管是老师对学生 哥哥对弟弟 爸爸对孩子 就是Kizuna 保姬哥你要知道 大谷祥平 他离开日本火蜡队的时候 他最后一球蹲在那边 接他最后一球 然后把他送到美国大安静 就是栗珊 当时的火腿队监督 然后告诉他说 而且他是剪心 他那时候讲说我该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九宫阁当中 二十三都我要去了 Kizuna就是他们的牵绊 这个栗珊监督 他没有放弃春上 你看他一边转播一边哭 因为他知道压力压力巨大 只要输到墨西哥 就没有冠军了 结果他没有放弃春上 所以春上今天直接用 洋春拳来打拔 拉回比赛 那我要讲一下这个春上 春上这次十岁会这么厉害 他在从小十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打过 所谓的全广角拳来打 我跟大家讲 春上他基本上 现在才22岁 他这次打出来的这个球 你看今天那个洋春拳 他打到 他时速115.1英里 大概185公里的球数 在大联盟也找不出那么多 大概只有10位 能够打出时速这么快的 那他不怕速球 150公里上最好 然后他是左打扯 一般我们压制强打扯 就是把球头内角一点 近身一点我打不远对不对 可是春上厉害 华杰哥 春上十岁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讲 他十岁就可以吃八碗饭 十岁的时候 八碗饭 他是熊本 日本九州熊本 阿苏村的一个小棒球员 十岁之后 他去学 他跟金锦教练学 他去那边的时候 教练对他有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小孩子很特别 因为来棒球员 二十几个小朋友 晚上大家不睡觉 哎 春上八点半一到以后 他跟大 他跟大那个 那个大午餐很像哦 他就跑去榻榻米 躺在那边 那边还在吵 无敌快先翻 他就开始睡觉了 然后呢 那个金锦老师跟他讲说 肠胃不好的选手 是不会有成就的 所以他天天 每一餐都吃八碗饭 添得饱饱的 然后他练起打 八碗饭 还要鼓起来 对 然后呢 我跟大家讲 十岁的时候 他们就在阿苏球场打了一个 白水球场打了一场比赛 他总共有四个打席 你知道他打几次全能打吗 他打了三次全能打 他第一场起来 第一个起来 继续全能打 打到左外野 然后第二次呢 他打一个中间方向的全能打 第三次上来打 又打了一个右边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你有帮他打四支吗 就是他第四支打是二亚安打 但是我跟大家讲 因为他是靠左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居然一个左打者 可以打到左外野的全能打 中间方向的全能打 跟右边反正他是全广角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金锦老师 当时找了一个 松永浩美 日本的左右开工王 他的全能打数不是最多 可是他最会打左右开工全能打 他当时就教他才十岁而已 他都忘记他教过他了 2019年当村上战亚球队 他还打到眼睛讲说 那个人很厉害 他说什么 那个小时候你教过他的 所以他跟他讲 他把他的重心 一旦往后拉到右脚跟的时候呢 他可以随着内脚强好不怕 所以他可以打出 不同方向的全能打 好 这就是村上 他才22岁 谁相信他就是栗珊 所以栗珊相信他 所以让他能够在这一次的比较当中 有这样的打击 另外这个人 他叫做高桥红斗 高桥红斗 他是这一次达到冠军当中 最失落的一个人 怎么样失落 因为他没有办法开香槟 他才20岁 在日本 在美国21岁 才可以有酒 才可以喝酒 所以他都准备好了 他不能喝酒 就不能喷香槟 美国现在最强的打者是谁 美国最强的打者就是个Trout Mike Trout 就是天使队的队长 对不对 他今天在第五角的时候 被这个高桥红斗给删证了 所以这么年轻一个 才20岁的一个年轻的投手 第三千多万 他全部换了 WCO有了上场了 高桥红斗最年轻的上场了 打击也也是一样 然后到最后一局的时候 派上了大股翔平 我刚讲的日本的信任监督 他所调度 你看他这边小脚 一个贝格包包 他以为他是检抽 今天大家最惊讶的是 这个才20岁的高桥红斗 他要到今年8月 他才满21岁 结果没有想到 他居然三阵了 Mike Trout 对还有那个Ghost Match 他全部都可以 他这两个人 他三阵了 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 这一次日本对自作为厉害 不是只有大股翔平厉害 跟村上中的厉害 他是整个世代交接的 以前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大股翔平保险哥 在得到MVP以后 他居然对着媒体采访讲说 我们日本队跟其他亚洲 所有人都一样 谁都可能拿冠军 不是只有我们日本而已 当时以前 那个插旗事件的时候 李牧阳是讲说 我们要领先30年 对不对 他还点名 他说台湾 韩国 还有中国大陆 有一天也可以的 我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一起打球 这就是大股翔平的魅力 弟弟 刚才讲的 这一次是这样讲的 再怎么样的天才的编剧 都写不出这样的剧本吗 最后的美日对决 最后的大股翔平对Trout 而且就在九局最后一局 然后在两好三坏 二出局的状况下 居然丢出了一个三阵 结束了这个局 你说这个是大柠檬 刻意的安排 可是没有想到 真的成真了 对 这个剧本的安排 可以这样去拟定 但是会不会走到 真正的最后决赛 是美日对决 这真的是很难去 成真的一件事情 但它真的是成真了 大家不要忘记在 美国队打这个决赛的时候 美国队有三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它没有时差的问题 大家不要忘记 日本队在打完八强赛之后 是立刻尖程搭飞机赶到美国去 因为他们四强要在美国的本土打 他们要去调整时差 第二个呢 美国队的四强战是先打的 他先打那场四强战之后 昨天他是休息 休息一天了 吹枯拉朽的打败了古巴队之后 他在旁边纳凉 等着你墨西哥跟日本去打四强战 结果 日本在最后呢 靠着村上的再建二蕾安打 赢了艰苦的四强战 他们没有任何的休息 马上就要跟美国队打今天的决赛 这是美国队的第二个优势 第三个优势就是主场优势 在马铃鱼队的主场 基本上日本队全队当中 大概只有达比修曾经去过这个球场 其他没有人去过 只有达比修 这是国家联盟的场地 那大谷他是美国联盟的球队 所以他们很少到马铃鱼的球场来 那不要讲其他的27个是 都是他们日本的选手 所以优势被美国给拟定了 但是呢他绝对没有想到 美国队的阵容也这么样的豪华 如果职业选手可以用年薪 来评估他们的能力的话 美国队在今年先发的这些球员当中 30位选手年薪的总和在今年 是505亿日币 大概是160几亿的台币 他们是日本的三倍 所以基本上美国队把所有的局都布好了 但是没有想到比赛就是这样子 棒球之神最后是站在日本那边 但是大家真的觉得力三监督 这一次真的是神调度吗 刚刚讲今天派了七个投手 七个投手等于说一局就换一个 一局多就换一个 他说换到美国队眼花缭乱 因为他今天排出金勇的时候呢 很多人认为说日本藏了一个投手 但是呢坦白讲 因为打比修本来预计是打比修 但是因为打比修他在美国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大家可以看到 被摸痛了 对 他今年经典赛被打的权力打实在是太多了 他在Major League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有被打权力打过多的毛病 所以呢我觉得立三监督呢 在最后一刻会用一个非常年轻的投手 金勇来担任先发投手 那他也排定了前面五位都是日本职棒的投手 这五位日本职棒的年轻的投手们 联手持了七局 只掉一分 非常非常的出色 让人真的感受到日本的投手真的这么棒 好 所以赤平刚刚讲 这次也很多新瑞宾出经常讲 本来觉得 我觉得除了大谷之外 村上的也太戏剧化了 而且他真的从小非常优秀 突然在经典赛 懵了 就居然还被立三全力支持回来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看这些职业选手 他们的能力都在 他在这两年 能够在中央联盟拿VP 全力改完 三冠王 你就知道说他的实力真的是很强 而且他的整个下盘稳到这个程度 只要被他夯到 基本上讲这话 提球出速也好 飞行距离都不是问题 重点是那个信心度 但是你就会发觉 你说村上 今天讲 他那个规棒的出速 真的是大联盟等级的吗 那已经是大联盟的精英等级 115的那个精英等级已经不是 也不是这一般的所谓的一般的选手 重点差在什么 差在一个信心度 就像小时候 他为什么开始有办法打这个广角 他左撇子一直轰 一直轰 轰到那个左外野 因为他们的场地比较小 所以一直轰出去 把人家玻璃什么都打坏了 所以那你就立了另外一边吧 你不要硬往这边打 所以他从小就有这样的机会 他换另外一边是他把左边的窗户都打破了 把右边的窗户都打破 因为球场右外野比较小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在这一次我觉得有两个很大的关键 当然一个关键一定是监督 也就是第三因素 第三因素的信任 让这些选手真的 你会引起你的更强的斗志 跟你想要为他做一件事情 因为他给你这么大的信心 已经打得烂成这样 我自己都觉得我短打好了 不要再用我攻 可是第三个很大的重点 我就是希望用他最大的优势来攻击 就像今天九局上半 你说Rookie Bass 到底应该要短打 可是为什么那个双刹打出来 整个美国队的攻势就去掉一半 可是Rookie Bass是什么 也是MVP的等级 他还是 德罗斯还是让他用他自己最强势的方式来攻击 这就是信任 这也就是现在的整个趋势 有一个这么好的监督 让他能够放进大胆子打 我当然是 拼死拼活 要把你的这个勤奋还给你 用什么 用我手上的棒 再来有谁 有大骨祥银 所以你看每一次 他在整个春神在场上又打不好的时候 大骨祥银会拍拍他 跟他聊聊天 让他缓和那个情绪 所以他自己也表达说 因为有大骨祥银不断的鼓励他 让他能够慢慢的自己再走回来 可是有没有实力 当然有实力 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 刚刚提到的 在日本还有一个很大的趋势 我们在讲投手 中华队 日本队 日本队现在排出来的前面五个投手 日本队总共投手当中有九个投手 都是二十五岁以下 所以你就会知道 日本的投手是可怕 而且每个投手上来 没有人在却场的 没有什么需要时间在调整的 没有什么保重的问题 所以说从金井 金勇 到护香 到高桥 到伊藤 到翁田 五个人吃了七局 对美国人都傻了 所以说迪洛萨尔三尤尔说 他没有想到我们只拿两分 前一场打古巴 十四比二 这个钻石打线 先不要讲年薪吧 这钻石打线加起来 两百八十多支的拳雷打 今天完全不作用 为什么 这些日本投手有球速 有控球 有强心脏 所以说也让后面 这两个比较资深的打笔 跟大家所熟悉的大鼓 能够完美的收尾 好 惠臣 刚刚讲现在大鼓上 在日本已经是省一般的存在 他仅不是在日本 在很多地方 在棒球名上都省一般存在 可是他最妙的是 他从小我觉得他最妙的是 我们都会写我的愿望 我的愿望长大要干嘛 他不是我十八岁要干嘛 十九岁要干嘛 二十岁要干嘛 二十一岁要干嘛 我二十三岁要入选经典赛 都做到了 我跟你讲 最可怕一件事情是 他真的是从国小一年级 他就立下他的人生志向 这是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在学校写的东西 后来他怎么样怎么样 把我的愿望实践 其实现在日本作为火红 就是把大鼓祥平 变成是现在省一般的人的 一个九宫阁 也有人叫 这个就是把他 他在画一个格子 格子里面二十一岁二十二岁二十三岁 我每个时间做什么事情 他都写清楚了 对这是他十七岁的时候写的 他都开始写 他说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要开始参加MLB 然后我在二十岁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参加到什么样的情况 到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希望成为大联盟的先发轮值 挑战单季十六胜 二十三岁的时候呢 我希望入选经典赛 这个真的入选 这是2017年 但是他那一年因为绞伤的关系 所以他退出 所以这对他来讲有一点遗憾 就二十四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许下 他要无安打比赛 而且他还获得二十五胜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人生几乎就按照他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愿望 而且二十七岁入选经典赛 拿下MVP 对这是他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许下的这个事情在日本 已经非常火红 他叫什么 他叫曼陀罗计划表 他就是教你怎么样一步一步 就完成你人生的计划 这是他写的 因为看到总监那个有点黄色的 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许下的愿望是什么 我要被日本八球团第一指名 好那你要怎么样去达这个目标 总共有八个必要项目 哪个八个呢 第一个你要有球技 你要球速够快 你要有变化球 你人品要好 你心理层面要健康 最重要的是你要锻炼体格 还有一个运气 然后你看他锻炼体格那地方 等一下 有一个高中生会写这种东西 我要吃饭 早上吃三碗 晚上要吃七碗 我要强化我的下台 我要用全身 而不是用手背来打击 我要控制自己的心理 我要放球点要往前 我高中玩都来不及了 我跟你讲 这还不是夸张 最夸张的下面还有人品的部分 要打招呼 要剪垃圾 要打招呼房间 你还要有为人所爱 体谅伙伴 不掀起纷争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实在太夸张了 竟然会有一个高一的学生 为了达到他的目标 人生目标 被日本八球团第一指定 我需要有这个八个 所谓的必要项目 我怎么样去达到 我这八个必要项目 他全部都写下来 结果后来我现在有找到 因为他已经成功 引起我的好奇心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他父母 到底怎么样去教育他 和怎么样训练他 其实呢 里面有查到一段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非常的 就为什么今天大谷匠平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神一般的一个领导的角色 因为他爸爸说 当时他其实只是个投手的时候 他非常鼓励他 去发展打击的部分 因为他说在投手球上 你只有一个人太孤单 但是如果你可以打击的话 你有你其他队友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接受他爸爸的建言 然后开始就真的去发展打击 没有想到他现在竟然打击 变成二刀流 两方面都非常的厉害 那最重要的就是 他今天其实 国外媒体在专访他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们那时候在围圈圈的时候 你讲一段什么话 他其实讲那一段话 我个人人认为 这个话其实已经代表着 他讲出这段话已经代表 他已经不只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运动选手 他甚至是一个 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 领导人的魅力 因为他竟然可以说 我们要把对美国 囚园的这样子的仰望 先放下来 就今天而已 因为我们要超越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